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回到今天的一收国际焦点 在我们现场的是 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国关中心的教授 严正生严老师 严老师早 主持人早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早 好等一下我们其实还会有几个 很重要的非洲议题 因为严老师是美国跟非洲的专家 其实这个分布非常的有趣 他既研究美国 他也研究非洲 在台湾其实这两个领域 他都非常的这个 既先锋而且是非常权威的 老师我们就先从拜登的国情咨文 还没有 等一下在台北时间10点钟的时候 他会发表他的国情咨文 大家很关心 因为这里面 他在去年的 这个两会 这个众议国会改选的过程当中 虽然失去了众议院的主导权 不过一般认为 民主党其实是会获胜的 所以呢 他夹着在国会选举的获胜的姿态 他的国情咨文要如何观察 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失业率的问题 就业率提升的 我相信这是一个好的数字 就是说对他来讲 我们看到都是高科技这边方面的这个layoff 但是他的基础建设 就是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美国开始有这些比较 不是属于高科技的产业 开始慢慢在聘人了 所以这个是他的好的数字 那当然他一定会在 这个今天的这个国情咨文当中 特别去强调 就是说这是一个 特别要强调 这是个by partisan 就跨党派的 因为他获得一些共和党的支持 所以通过了这些法案 虽然比原来的规模要小很多 但是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如果数字对的话 我相信这个麦卡锡 可能也必须要配合他 在这一方面继续加码 这是我觉得他今天讲的一个重点 就是经济的问题 确实好像看起来有些奏效 那也因为他在这个11月的大选当中 没有输掉太多的众议院席次 就是刚好是222对213 刚好对掉两个党 本来本来是民主党222 共和党213 现在变成共和党22 所以掉的不是很多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再加上参议院不仅没有输掉 还增加了一席 所以他的这个底气比较强 那看起来他好像要竞选连任了 所以今天这个 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国情咨文演说当中 多多少少我们可以嗅到一些空气 就是说 因为看起来 就是虽然即使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民主党员 不希望他再选 但是整个氛围看起来对他有利 再加上共和党 如果今天 看现在有好几个人有想选 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蓬佩奥 这个前国务卿 包括过去的驻联合国大使 Nikki Haley 然后可能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这个德桑提斯也会选 那可是如果川普出来的话 太多人分 他一定有机会 所以因为目前点名比较多的是认为 川普跟德桑提斯的呼声比较高 你觉得这两个人谁出现的几率高 我觉得就是当然要看 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是群雄并起 就像2016年的时候 那川普有利 如果说今天没有只有两个人对决 我觉得川普可能 就是说那个我们讲说 那个竞争的这个field 这个人少了很多的话 那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有一些不同的选择 可是竞争人多的时候 大家可能就会想要说 把票集中在川普 所以这个是川普有利的地方 但是川普刚好又是拜登的手下败将 然后拜登的问题就是 大家都嫌他老 可是川普也不算年轻 两个人差个几岁而已 差四岁 差四岁 所以你说 当然川普就说 上一次拜登选也是78 我现在刚好78 明年也是78 所以没有问题 可是川普今天就说 他还有官司的问题 然后他好像感觉上 他支持群组有些动摇 但无论如何 就是说川普也希望在这个时候 就是包括我们 因为我今天不太想讲的 就是大家这两天讲了最多 这个气球的议题 我想今天拜登也一定会讲 就是光是这一个 大家就说 好像川普任内也有飞了三次 那怎么都好像都不知道 然后川普就只会说 如果是我把它打下来 有点民粹 那问题是你为什么 以前进来你都不知道 所以那个三次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有一个问号 就是说 如果都不知道的话 那怎么知道有三次 他们后来就是去查 就是说 可能有一些东西 我们轻忽了这样的一个 当时忽略了那个讯号 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气球 所以大概现在目前是这样 那当然拜登 还是希望朝他这种中道路线 说希望说 搞一个跨党派的国会 一起加入 来调查这个事情 所以拜登看起来就是 是朝一个 就是我是一个温和派的民主党 我能够做跨党派的一个支持 我觉得就是他在这次演说当中 要透露的讯息 那刚好他 至少他这次把这个气球打下来了 所以人家不会觉得 共和党要攻击他软弱的话 大概也比较难 所以他一定要把气球击弱 因为他即将要发表国情之文 对对对 这个是 就是为了这个铺陈 他一定要把他打下来 那大概现在共和党 我觉得这一次是拜登上来之后 就是说不太一样的地方 过去两年 他也在议会都有多数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当这个McCarthy坐在那个上面的时候 真的是就是 他就是等于是最大的了 那在这个众议院 就是参议院议长 众议院议长 那参议院议长刚好副总统 那现在看到McCarthy的情形 就是说他会不会像过去一样 就是说会有人在底下共和党人不满 叫嚣 所以这是一个观察点 在异常里头 在异常里头 会不会有那种极右派的议员 对那个拜登演讲说 You lie 上一次就有嘛 有前有过共和党的议员就喊嘛 那所以对这个奥巴马喊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反应 还是说大家礼貌那边拍拍手 还是说群体抗议 你不拍手也没问题嘛 不要在底下喝倒彩 我觉得有过这种情形 过去我们常常开玩笑 就是说美国是个老牌国 民主国家 为什么在这个总统国会 这个国金质问演讲的时候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感觉上好像 大家站起来捧场 好像有点像威权国家一样 但是现在最近这一阵子 看起来他们也 也故意穿一个同一个颜色系的服装 表示抗议 或者是反正有各种的动作了 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 我真的认为说民主国家 包括过去我看英国 哇这个距离跟这个 首相跟国会议员的距离这么近 国会议员后排的就叫 骂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关系 那我们是因为 总统完全就是把行政委员 推到前面去 自己躲在幕后 所以没有看到这么精彩的 这样的一个对抗 那这个这个是我觉得国会 国情之文演说当中可以看的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 每一次你都知道 他会找几个特别的来宾 那这些特别来宾就会有一些的 这个让他感觉上他政治的方向 譬如说 假使他今天找 这个枪 这个枪击案的受害者 那就表示说 他可能要特别注意这个 枪支管制的议题 会等于他的政策主軸 他找谁来 其实意味着他的政策 要推动的一个主要方向 对 譬如说 现在最高法院通过了 这个 这个就是对这个 过胎权力的限制 他可能会找一个人 说 我就是有多辛苦 为了这个 这个新的法律 各州不同的法律 所以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包括有一些可能 可能会找同性恋的 那担心说 会不会最高法院 也开始限缩 同性恋的权益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些代表性 那因为刚好现在 美国真的没有在外用兵 讲真的就是没有 没有在伊拉克 他只有提供武器而已 对 那所以过去会找一些这种 战争的英雄 回来 就是说怎么样在 那现在没有了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他这次会找谁 但至少一定会找一些 像代表性的 就是这个 平民小百老百姓 然后让 让他的这个政策 有一个重点 可以看到 这里面 我们通常来讲 在国情咨文之后 对于总统的 声望会有帮助吗 没有 不一定会有帮助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至少大家会感觉上说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方向 那如果今天拜登 提出来的一些东西 包括譬如说 我们看到过去 雷根总统 他就会在 特别在 国情咨文里面提到减税 那是一个重大政策 这个一听到你就知道 那拜登如果说 今天看起来 这个基础建设等等 或者说 他现在希望 把更多的工作机会 带回美国 包括高科技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方向 看他会怎么样 就是阻挡 比如说大陆的进口 然后能够增加 美国的就业 我觉得你可以 从他的国情咨文 看到一些毛利 但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是说 今天 他面对这个 共和党的挑战 他到底 他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McCarty 看起来不会很客气 那Nancy Pelosi 也不客气 但是他很优雅的 拍拍手 或者撕一下 他的那个 川普的演讲法 就在他背后撕他的 那是等他讲完 那是等他讲完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你要看他们这些 然后要看共和党 跟民主党 各派谁 出来回应 他们这个回应的 这个回应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看到说 共和党呢 已经是宣布了 有两位 40岁的共和党 众议员 一位是Sanders 然后另外一位是 这个Syskomeini 对不对 那两位呢 来作为回应人 作为回应人 要回应什么 那这个回应的重点 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党都是希望说 透过这样一个 全国可以看到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 找到明日之星 他们常常都用 很年轻的人回应 甚至之前也用过 这个甘乃迪的 这个 萝卜甘乃迪的孙子 我觉得他们就是 有的时候是希望说 透过这个 如果一下子 一炮而红了 那这就是未来之星 他们会identify 会找出这样的一个 所以这两个都是40岁 对他们看看 希望就是说 看能不能增加 他们的曝光的这个机会 然后能见度 让大家看到 共和党不同的一个层面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你不希望再找一个 比较政治性太强的 而是找一个比较 可能是政策 就是属于政策型的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应该是共和党要做的 民主党也是一样啊 他也要找人出来来捍卫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观察的 因为拜登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 即使好像美国的经济的基本面 还可以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年预期经济成长 其实是不如去年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 好像这个就业并没有 受到影响 至少就业市场很热络 非常热络 所以拜登 他的这个参选年任的正当性 好像有 他的底气很足 他的底气比较足 可是他一看他讲话 这个速度这么慢 等下找不到下台的地方 那我觉得 大家还是会觉得说 第一个 我觉得他昨天晚上会睡得很好 不 但是没有 你问题是你 你大家一定会想一个问题 就是你如果我们支持你参选 你做完这一任86了 像对吗 可能吗 大家都会问出这个问号吗 你如果说是82结束 还可以吗 就像现在这个第一 可是你82再参选 然后做完要到86岁 我想真的是 即使现在医学再怎么发达 而且拜登给人家感觉 并不是像这么利落的 我们也知道有80多岁的人 其实看起来讲话清清楚楚 他的问题就出在说 他不只是年纪大 而且他显现出来的样子 是真的年纪大 而且年纪大以后 他讲话有的时候就是不太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讲 欢迎大家回到 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请不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严正深 严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中东地区 尤其是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地区 以巴勒冲突呢 在我们农历春节期间 其实是非常严重的 国际上面 除了关心俄乌战争之外 在其次的 其实以巴冲突就是其中的 在1月26号的时候呢 以色列的军队突袭了 约旦河西岸的 哲宁镇的难民营 造成了9个人的死亡 因为他攻击的是难民营 那当然就引发的那个 争议就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呢 因为他们的总理内坦雅胡 内坦雅胡是第几次上任了 他在去年的11月重新上任 对 又重新上任了 那上任了之后 他是极右派强硬派的代表 所以他上任之后发生了这个冲突 几乎预示着 未来巴勒斯坦地区 恐怕很难有比较好的待遇 怎么来看待 第一个 这个内坦雅胡 我认为应该是第四 还第五次上来了 那虽然年纪也不小 也跟拜登这种年纪蛮接近的 但是基本上 他代表着这个极右派 这一次的组阁 能够成功是跟极右派的 或者说我们讲 宗教最保守的结合了 所以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 最右最保守 最极端的一个内阁 所以看起来他们在这个以巴的议题上面 就不会让步的 所以内坦雅胡的几次组阁 这一次是最右 最右的一次 而且宗教意味最强 所以你看他现在开始不承认 这个就是整个 就我们讲说 目前巴勒斯坦 在这个West Bank 在约旦河这个西安 他都不认为说 他们以色列人占领的地方 是占领 他认为就是说 这个就是我们的了 所以这一个 这个就等于是完全 放弃了过去美国所谓的两国论 美国所支持的两国论 就是说同时在这个以色列 目前整个国家领土里头 就存在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两个国家 那巴勒斯坦就是两块地 主要就是约旦和西安 就是West Bank 然后就是加沙走廊 那West Bank就是我们说 有这个阿巴斯在带领 然后这个这个 这个是所谓的比较温和一点的 但是呢 在这个加沙走廊 就是哈马斯 是比较强硬的 比较强硬的 那每次大概争议都是在哈马斯这边 可是也在加沙走廊这边比较多 可是这一次不是啊 那加上他的这个国安的这个部长 到这个阿拉伯人 或者我们说穆斯林的宗教圣地去访问 进去 那这个就对他们是一个等于是挑战 挑衅 挑衅了 对了 对真的 那所以说这个就是让这个巴勒斯坦人 包括他们也有一些就是 就是自杀大哥 我就是为了我的这个圣战 也没有武器 就是等于是 今天就是闯进你以色列人 那个这个靠近军队那边 随你射杀 那这样子情形发生之后 现在国际社会当然是希望能够缓和下来 所以包括美国也好 或者联合国做了好多一个决议了 那你看秦刚去这个埃及的时候 到阿拉伯联盟的时候 他也也会 他也谴责以色列 他也希望能够带出一个和平 毕竟就是说 埃及在这个里头还是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在阿拉伯国家 甚至在可能在巴勒斯坦 还有一些影响力 所以看起来 今天以色列是朝着一个硬 这个比较 极端强硬派的一个态度在走 那美国可能也控制不了 所以今天美国会觉得说 请你可不可以不要在乌克兰 还继续有可能普丁 有一些新的攻势 这个同时 你在制造更多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是以色列 可是那堂雅胡也觉得说 他说我的好朋友是川普 我才不理你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以巴的问题 过去经过联合政府 比较偏中间偏左一点 已经没有像过去这么缓和 但是至少是比起那堂雅胡 要没有这么偏激 还愿意接受国际 所公认的一些协议 但现在看起来那堂雅胡 就是想要推翻 这种两国论的这个想法 那就是等于是认为说 这是以色列的土地 就不容再让出来了 竟然有了就是他的 所以你知道 其实约旦河西岸 已经是在巴勒斯坦 因为两块其实分离的很远 然后彼此之间 现在隔阂也越来越大 那巴勒斯坦当中呢 其实约旦河西岸 已经是相对温和的 一直都被加沙走廊的 哈马斯所批评 那现在主要被攻击的地区 是约旦河西岸 这势必你刺激的是 更激烈的约旦河西岸的 相关的巴勒斯坦的人民 我觉得当然是 就是说你想想看 巴勒斯坦本来的经济状况 就没有以色列好 那当然 然后年轻人事业率高 那这个时候 可能成为一个 反以色列的一个先锋 或者愿意为圣战殉道 这个可能是一个 还不错的选择 所以他们会这么做 那今天他们可能没有办法 以一换一 但是他觉得说 我如果能够换到更多的 这个以色列人的性命 可能会更好 可是从现在 过去这一个月 从这个今年 刚才 你提到这个农历年前就开始 其实是一月初就开始 到现在 死了数十个人 在这个巴勒斯坦 以色列也有一些伤亡 但是比例上面变成是 差不多是一比七 一比八 那是巴勒斯坦人死的多 但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即使这样 他们也愿意去换 那这个是我觉得 一个无解的议题 所以国际社会 不能只关注 这个我们讲说 俄乌战争 或者亚太地区 我觉得以巴勒斯冲突 还是一个 基本上就是 联合国也好 或者说 我们讲说 这个美国也好 在这个后面 应该要想出一个 解决的方案 但现在看起来 好像丝毫没责 因为1月29号到31号 其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是有访问以色列 他不但见了 这个以色列的纳坦亚胡 而且也见了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然后也会晤了埃及的总统赛西 所以 而且也提了两国论 可是好像并没有遏止 以巴现在的混乱局面 我觉得 以色列的情况 跟美国的共和党很像 今天你就是被极欧派绑架 如果你今天是 靠着这个极欧派 你才能够过多数的话 因为以色列 从来都是一个 就是他们是用这个 多党灵力 因为他们是用全国都是用这个主要的 就是用我们讲说比例代表制 所以每个党拿到多少比例的票 就可以分到西次 所以基本上很难过半的 没有一个党会过半 但你组成的联盟 常常也就是在 就是在差一期两期之间 所以当你今天需要这个极欧派 宗教最保守的 来支持你过半的时候 你就会被绑架 我觉得这个是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 那你也会执行一些政策 去满足他们的一些需要 我们的网友帮我们 这个补充 那坦亚胡是第三次组合 他上一次的下台是 就是在以色列 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党派林立 他们是除了最极右派 以及内坦亚胡的这个政党之外 其他的所有政党 从左到右全部组在一起 然后一起去反对内坦亚胡 再把内坦亚胡给拉下台 可是彼此之间 因为政策的理念差距太大 我觉得这很难 就是以色列这个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光是比例代表制 而且以色列过去 这个门槛很低 才一点多 现在已经到了2.75好像 那已经提高了 可是大家可能觉得说 要不要提到5 就像德国或者台湾一样 过了5%的门槛 再把那些小党再刷掉一些 让这个党的数目减少一些 会不会比较好阻隔 可以有些稳定 那这个我觉得对以色列人来讲 就是现在的这种 比较低的门槛 有它的作用 就是让不同的政党的 或者族群 有一个至少有一个代表性 但是会造成政治不稳定了 它就会造成协商上面的困难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这个非洲 我觉得我们先来关心一下 我们的这个友邦 因为我们现在在非洲 只剩下一位 一个友邦了 对 就是施瓦地尼 但施瓦地尼的人权记录 真的非常的糟 大概都是全世界不断点名的 在非洲国家当中 那么施瓦地尼的人权律师 遭到暗杀的这个事情 引发了国际的关注 我们要来知道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今天 这个人权律师 长期以来 就在 会对政府的一些政策 抗议 他之前也曾经被逮捕过 那后来最后就说 被放出来 在2014还是2015年 那他就是一个 会挑战政府 批判政府的一个人权律师 他叫做马赛科 马赛科 M-A-S-E-K-O 马赛科 那他的first name 好像叫Tunani 对 那这个Tunani Masako 他是在 等于是我们农历 小大年夜的时候 晚上在家里头 就是被暗杀掉 就是不明的枪 从外面射击 在家里头 这是光天化日 虽然是在晚上 但这就是明目张胆 明目张胆 家人在 然后他被暗杀了 暗杀之后呢 好像看起来 也没查住什么东西 那现在支持他 出来讲话的 大部分都是一些 律师团体 国际性的 律师团体 或者人权团体 包括譬如说 我们讲我们台湾 可能最熟悉的 自由之家 或者这个 Human Rights Watch 人权观察 或者是像联合国的 这个人权组织 甚至是这个 其他一些国际法庭 等等都会要求 那现在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 就是在南部非洲 有很多人都说 南非 你作为一个大国 出来讲一句话 因为毕竟南非是 等于是 等于是有点点像是 斯瓦地尼的一个 最大的 保护国一样的 就是说 因为就距离来讲 他好像就贴在 他就贴在中间 几乎是 他被包围住了 几乎 比赖索托好一点 他至少右边还跟这个 摩山比克接狼 但是基本上 你南非的钱 在斯瓦地尼是可以用的 在斯瓦地尼前 回到南非不能用 就是说 对他是有影响力 所以很多的 南非人也好 斯瓦地尼在南非的人也好 都会要求说 南非你要出来讲话 你要出来介入 那现在看起来 至少就是南部 非洲 共同体 这样子一个就是 发展共同体 就是SEDEC South Africa Development Community 他们愿意出来 召集 然后紧急会议 来讨论这个议题 但是到底能不能够 采取行动 制裁 或者有些什么 给施加压力 因为毕竟 我们讲这个 这个恩斯瓦地 已经 就是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 九八星本台财经起床 好 在我们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是政大国关中心教授 严正生严教授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我们刚刚关心一下 我们在非洲唯一的友邦 斯瓦地尼 他的国王恩斯瓦地三世 其实他已经在位有超过 三十年以上的时间了 我印象很深刻 就从我们开始跑新闻 我们的邦交国斯瓦地尼 他的 那时候叫斯瓦季 他的国王就是恩斯瓦地三世 然后到现在还是 他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老婆 他的人钱纪录 其实非常非常的糟 那所以这一次呢 那么斯瓦地尼的人权历史 遭到暗杀的这个事情 引发的国际的 这个声讨声浪 其实还蛮大的 非洲其实还是国王制的国家 已经不多了 就只剩下斯瓦地尼 埃索托 摩洛哥 摩洛哥 只剩下三个 其他的虽然有国王 可是已经不是掌实权的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 掌实权的其实也真的就是 斯瓦地尼跟摩洛哥了 埃索托都不是 埃索托没有那么强 OK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的是 1月31号 也在我们过年期间呢 教宗方济各访问非洲 非洲今年以来 你看到秦刚 就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 一定第一个访问的就是 就是非洲 然后美国的财政部长 叶伦也访问了非洲 还有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 也访问了非洲 也访问了非洲 那可是方济各的访问 跟中美的访问都不一样 我觉得第一个 就是秦刚你看 根本那个时间很短 一个星期之内 跑了五个国家 然后再加上在埃及 他要去看 这个阿拉伯联盟 因为才跟 中国跟阿拉伯联盟 搞了一个中阿核论坛 对 所以其实埃及应该 把它归为阿拉伯 对对 没有 但是他就是 因为刚好总部 总部刚好在开罗 所以他也 然后到了伊索比亚 又要跟非洲联盟 去派访一下 因为总部在 那个阿迪萨巴巴 所以他等于是 去了五个国家 七个行程了 讲起来是这样 很敢嘛 那他每次就是 重复差不多东西 但是这是中国的传统 就是从1991年开始 每年一月 外交部长的第一个出访 一定到非洲 就是中国常常讲的说 什么发展中国家 是基础 那么他们一定要去 这个经营一下 那美国现在也知道说 他如果人不去 也不行 所以布林肯也去了 那叶伦现在也 那叶伦现在也去 就叶伦可以承诺的 大概就是免债的问题 或者债务协商 债务协商的问题 所以叶伦去 有点代表性 可是如果你去看 就是秦刚去了 就是我刚提的埃及 是最后一战 第一战是伊索比亚 之后他到了安格拉 到了这个加蓬 到了这个 我们讲说 贝南 那这些国家 好像没有这么相关的 但是至少就说 安格拉是40周年建交 那贝南是50周年 这个有点 有些意义 那加蓬传统上 跟中国的关系 其实也不错 所以这五个国家 有些像这个加蓬 跟这个是一个朝代的 就是父子两个人 统治了50多年 那安格拉 这个也是过去 人权纪录也不好 他们比较不在乎 人权的议题 可是我一看 那个叶伦访问的名单 就说 又是这几个国家 几乎类似吗 不是 南非 南非 塞内加尔 尚比亚 就是美国的 常常出访非洲 会挑形象 比较好一点的国家 不愿意去访问 有争议的国家 觉得说 我访问你 等于是我为你背书 所以他绝对不访问 什么中非共和国 苏丹 这种比较有争议的 可是你连沟通都不沟通的话 对对 这个就是美国的问题 因为美国觉得 我要挑 跟我来往的朋友 所以每一次 都会去南非 每一次都会去 塞内加尔 因为 真的在这个 法语的西非的国家里头 大概塞内加尔 目前比较没有争议 所以他就每一次去 塞内加尔 可是你看塞内加尔 跟南非 去年也没有跟着美国 谴责俄罗斯 他们是弃权的 所以这个就是 美国 经营了个半天 好像感觉上不够 那他们又同时又派了 驻联合国大使 也到非洲 那这个联合国大使 过去曾经是 美国的国务院 非洲司司长 又是 非洲裔的 所以好像有点吸引力 但是我觉得 他们这些人去 真的不如 叫中子去两个 最烂的国家 一个叫南苏丹 一个就是刚果 两个国家都是又穷 然后又有 这个内战 有战乱隐忧的 非常 就是很 很不稳定的国家 但是 他就往这种 最不稳定的国家去 你看 这个 叶伦去的是 比较稳定的 比如塞内加尔 非常稳定 桑比亚 南非虽然说 这个有一些 这个犯罪率的问题 但基本上政治 还算是稳定 所以 挑起来就不一样 然后他挑的又是 两个最乱的国家 然后最有 教宗的挑选就不一样 教宗挑选不一样 挑的是最乱的 我是来关怀人民的 然后他关怀什么 譬如说 同样的南苏丹 有很大的 很多的石油 那在这个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一堆的 我们讲说 各种的这个金属 矿肠 然后包括黄金 包括钻石 包括 我们手机里头 最常用的一些 这个什么 稀有的金属 现在电池呢 所要的这一个 菇等等这一些 稀有金属呢 大概钢果是 用最多的 钢果是很多的 所以他认为说 你们这些外面来的人 他没讲谁 这些 他说外国的强权 他说你们来 根本就不是为了非洲人 你们都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可能是中国 也可能是美国 但是无论如何 他觉得说 这些东西 应该是留给钢果人 让钢果人自己 所以他今天是谴责 得从19世纪开始以来 这种剥削非洲 我觉得这个是他 很强的 那他本来还要到 东部 钢果东部 最乱的一个 内战冲突 很严重的 勾马这地方 大家还是担心 他的安全 最后呢 是勾马这边的 天主教徒 派了人到 这个庭夏萨 来跟他会面 所以我觉得 今天你看 如果看这位教宗 方济各 跟过去的教宗 其实有 过去欧洲的教宗 他是第一个 非欧洲的教宗 南美出身 然后他强的都是跟 穷人站在一起 或者跟这种弱势的 或者是跟被霸凌的 站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是 对非洲 来讲是很有帮助 这也是为什么 如果你今天去看 天主教 在欧洲 这个发源地 已经没落了 在美国也不太好 最强的就是 拉丁美洲跟非洲 特别是非洲 所以上一次 就已经有人提了 那这一次我不知道 现在这个教宗 会不会跟随着 前任教宗 一样就是说 不做完 身体不好就下来了 现在有这个传闻 有这个传闻 那如果有这个传闻 大家就在吵说 可能要找一个 非洲的教宗了 应该轮也轮到了 那有一些 像加纳 有些主教 已经好像感觉上 是比较有机会的 所以这个教宗 代表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跟这些 超级大国 强权到非洲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 就是一个人性的关怀 我们对非洲的 每一个国家的形态 并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们 我们应该就跟 全世界的读者观众一样 而且说 中国大陆派外交部长 去非洲了 美国派国务卿 派驻联合国大使 然后派了台政部长 然后去非洲了 我们其实在点算 他们去非洲了 但事实上 他们去的国家 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 你去点算 这一些国家的形态 你就会发现 那个经营的深度 还有目的是 差距非常大的 我举个例子 刚好我讲到南苏丹 他去南苏丹 南苏丹已经独立了 十多年了 从苏丹分出来的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 从1991年到现在 我刚讲了 33年连续访问非洲 就是没去过南苏丹 他们只没去过几个国家 一个是南苏丹 一个是索玛利亚 索玛利亚 因为长期都是 无政府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 斯瓦地尼 因为没有邦交 那我跟我们断交的那几个 后来他都补去了 布吉他发售 马拉威 他们都补去了 所以就表示说 连大陆都不太敢碰南苏丹 因为有苏丹共和国的关系 当然有 但他也有邦交 你也可以去 他们这个已经是 大家都承认的 这个跟那个索玛利兰 我们那个代表处不一样 所以应该是可以去 但是也确实是内乱 内战很乱 所以他也不愿意去 结果你看反而是教宗 这个常常是跟穷人 跟弱势站在一起的教宗 所以这个是我认为 我们在台湾 我们也有一个新的天主教的行政院长 应该也从这个教宗身上 看到一些东西 就是要跟弱势站在一起 安平乐道 我们最后谈一下 非洲的第一大国 纳杰尔亚 耐吉利亚 2月25号就要展开总统大选 为什么特别受到瞩目 这一次 纳杰尔亚大选 今天他们是四年一任 所以你看看2023 20年前我去过观察选举 他是1999年开始民主化 那到现在也经过了政党轮替了 两次的政党轮替 所以看起来 就是应该是一个比较 民主巩固的国家 可是他原来的族群的冲突也好 地域的分歧也好 或者是宗教的冲突 一直存在 也是一个很不稳定 就是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也常常听到 不仅是有这个 这个我们讲绑架的 这些这个Hocaborum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极端的团体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 就是就是宗教的冲突 所以他们为了防止这一些 也为了防止说 过去这种矛盾存在的时候 他们都是每一次 总统跟副总统的候选人 会挑 如果总统是 不同族群的 不同族群 时间的关系 要非常谢谢严正生严老师